近来,先后有着两部谍战剧同时播出 一部是风潮,一部是前夜 当然,这又是两部不同风格类型的谍战剧 风潮是传统谍战剧,而前夜是新式谍战剧 但不管哪种,如今来看都表现平平 风潮神剧又狗血,前夜女主成败笔 一,风潮从一开始就走的是神剧路子 女主不仅飞檐走壁,而且武力直爆棚 重担之下,又是单挑搏杀,又是飙车狂奔 而受刑之后依然浓妆艳抹,满面春光 这样的露述,似乎大众并不稀奇了 毕竟这些年的抗日剧中经常出现 如今又蔓延到了谍战剧中 当然除了女主,整个演员妆容方面都精致偶像 时尚潮流,男帅女量 若不是已经知道这是谍战剧 还真以为这是在看校园偶像剧 因为该剧的一大场景地点就是青山军校 偶像化是目前谍战剧的一大特点 也是一大槽点 既然偶像化了 那么必然离不开谈情说爱 在这个青山军校中 男女恋爱已成常态 更甚还有教官恋上了学员 特工们一边忙任务一边恋爱 真的是事业爱情两不悟 而到了后来已经朝着狗血方面发展了 出现了跨党派的三角恋 一回生二回熟 最终还是成为了三角狗血恋 也是让女主有些为难 不过,如今死了一个 重新回到了正常之中 也是让男主有了成功上位的机会 狗血的不仅是恋情 还有亲情 虽然早已铺垫 但是直到夏恩知道亲生父亲 是自己的上司普从后 其发狂发电的表现 还是令人惊诧的 夏恩从一开始就被利用 蒙在鼓里 如今一边是闺蜜情 一边是妇女情 确实让他难堪 但是也还是清醒的 小小的一座军校 真的是无奇不有 这些训练有素的特工 显然不是一般人 可是却硬是加入了各种情感戏份 变得狗血离谱起来 这部剧中的关系并不复杂 实际上整个剧情设计 还保持着传统叠战剧的风格 有人在幕后操盘一切 让各方厮杀 坐收渔翁之力 这部剧中的就是金先生 不过加入了太多情感戏 大大降低了叠战戏的精彩程度 也是更为偶像 狗血了 更不要说细节方面 有着大量失败的设计了 二 前夜 更像是家常版的欢颜 二者都是传奇叠战剧 可是 前夜却没有欢颜更具质感 但也有相似地方 诸如江湖气息浓厚 配角过分强大 由其配角的强大 自然就导致主角的薄弱 而前夜中 尤其女主角 成为了一大败笔 实际上 两部剧都没有绝对的女主角 但是 相比前夜中女主角的戏份更多一点 并且 语南主角有着一定情感戏 张惠文是演的苏南 作为该剧女主角 作为大学生 也是我党心纳入的地下工作者 可是 其表演令人一言难尽 刻板单一 眼睛出戏 而这也是张惠文一贯的特点 这个女主更多还是偶像剧中的女主 并没有叠战剧中地下工作者的气质 加上自身特点 一旦到了任务环节 就显得用力过猛 并不自然 而正常状态之下 就是偶像剧女主的特点了 不过 在这部剧中 男性角色戏份更多更为关键 所以尽管有女主 但是影响有限 对于前夜来说 前期谍战戏 居于次要位置 而江湖戏才是主要的 而这也是 让男主完成历练成长 从一个江湖大哥 到成为革命英雄 江湖恩怨纷争 无疑是前期的主线 但是随着谍战戏的加入 改变了男主的命运 从江湖恩怨到国仇家恨 家国情怀 格局突破了 也是将个人命运 与时代发展 紧紧关联在了一起 而这也是传奇谍战剧的 一大特点 纵观欢言也是如此 不管是董子剑 还是欧豪 显然两人还有着相似性 不仅是演员方面 还有饰演的角色方面 都在剧中一步步成长突破 但是显然 欧豪饰演的灵犀 并不像董子剑饰演的徐天那般雷若 毕竟一个是富家子弟 一个是江湖大哥 尽管欧豪不具备大哥的气质 但是精气神方面 还是令人带入的 尤其身上的江湖气 真的是天生自带的 前夜整个剧情设计上 中轨中举 前期主导的江湖戏 并未有任何大的突破 但依然过瘾 叠战戏作为辅助 演员方面反倒令人惊艳 而值得称赞的是人物的成长 小家与大家的结合与演变 以及该剧真正将个人命运与 时代发展进行了很好的结合 结束了草莽江湖的打打杀杀 主角们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又是完全不同于前面的剧情设计 进入到了官方体制中的庙堂争斗 这对于主角们来说 又要面临全新的选择了 曾经的江湖兄弟 如今因为利益纷争 要重新抉择取舍 依然是个人与家国的选择 而在这背后也是历史的选择 家国情怀 热血传奇 叠战剧融入传奇色彩 但化了叠战纷争 突出了人物成长和抉择 不过对于前夜来说 在两者结合上依然稍显平淡 导致整体剧情呈现来看并不精彩 叠战剧作为一大类别 诞生了太多经典 可是如今又是一轮新的风潮 想要突破创新 改变过往的模式 可是有时却忽略了 基本的事实和逻辑 不够严谨 漏洞百出 创新可以 但是一定要敬畏历史 符合逻辑 尊重观众 而不可一淫视胡编乱造 或者拍成神剧 或者拍得狗血 或者杂柔凌乱四不像 手握王牌 却打了个稀烂 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字幕�口